赖清德之流 数典忘祖 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结 大肆煽动两岸敌意对抗 妄图混淆和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认知 充分暴露其两岸和平破坏者 台海危机制造者的真面目 对此我们绝不容忍 必须反制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历史经纬清晰 法理事实清楚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和外部势力干涉 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 解放军行动演练的就是打台独 我们就是要用台独分子听得懂的语言让他们明白 力荐高悬头顶 谋独死路一条 需要指出的是 这次演习并非针对台湾同胞 我们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绝不会给台独留一丝一毫的空间 联合力建2024B不是2024A的重复 而是针对台独的加压进逼 台独挑衅一次 解放军的行动就会推进一步 直至台湾问题完全解决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人 任何势力 以任何方式 任何借口进行干涉 有关方面应停止纵容支持台独 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是不容撼动的民族大义 我们希望台湾同胞把握历史大势 看清前途所在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与我们联手反独 携手促统 共享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的无上荣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